03年SARS的时候 全世界都在保护我们90后 现在17年后 换我们90后保护你们 加油中国 加油武汉 我们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我叫谭学斌 我是92年的 是北京市乙坛医院胸外科护士 这次呢 我作为一名护士 随北京医疗队前往武汉支援 我们是1月27号到达武汉 1月28日培训 1月29日正式开诊 支援的是武汉协和西院 我们收治的是危重症患者 因为初八的时候 我们就每个人都要给 他宣传中心都要每个人录一句话 然后我旁边正好坐的是 院晓东主任 他17年前参加过那个非典 然后我就想 03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上小学 然后就是基本上都是放假了 然后都是被保护 当时也小 然后现在我也长大了 也做了这个行业 然后现在我也要去浅浅 也要去做这份工作 那一句话 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大的反应 第二天我们还是 就是自助餐的形式 在那个餐桌那吃饭 然后隔壁那是 就是那个媒体们 然后他们就问我 你是那个90后那个护士吗 我说我是90后护士 然后他说那句话是你说的吗 然后后来我想 好像是 我都想起 大概知道他们说的是哪句话了 这是邪和西医院的一个证书 我们的抗议证书 然后是他们院 他们为我们特殊定制的一个种 工作他离不开岗位 然后有时候就会在 就是北京这里过上班 然后就回不去 接后回 然后有时候可能这个年给你分成两次 年前回一次 可能年后回一次 这一次正好轮上长白班了 然后就能回去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 我可能真的就是过得最完整的一个年 我是从腊月29一直修 可以修到初六 我是大年30的时候 在家看春晚 看到他们新闻 当时就是那报道已经就特别多了 自己主动报名的 没有怕 因为我自己学这个的 当时就想去帮助他们那儿的医护人员 因为你自己这个专业 你真的很理解他们那种心情 我施压庄的嘛 赶着最近那趟火车就回来了 我们到那儿是晚上10点多 快11点就是到达的武汉的机场 然后当时天也黑了嘛 中午气蒙蒙那种状态 天气跟情况当时真的就觉得很 现在想起来很符合的样子 因为你当时去的时候 你是什么未知的 你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感觉前面都是一种很迷茫的感觉吧 妈妈我要把头发剪短了 你去口袋的护士 我是不是最帅的护士 是 是 头发是到武汉第三天 就是要上班前一天剪的 因为我头发比较多 而且比较毛 确实练的时候头发老散 我抄头发以前就是这样的发型 我之前在电影院做过临时工 人家就会有人管我当时小男孩 这小朋友管我叫哥哥 真的当时就下心就心一定要留头发 留了大概五年吧 其实挺心疼的 必须把头发留起来 回到北京之后 然后我的朋友和同事们都看到我这个发型 他们都笑着跟我说 让我赶紧把头发留起来 出发的时候我曾说 现在换我们90后来保护你们 这次我们真的做到了 北京我们回来了 通过这次事情 我第一次去武汉就是认识很多人 见识了很多事情 也结交了往年交吧 就觉得武汉不能说是第二个家 但是肯定是你终身难忘的一个地方 肯定是你要再回去看看的 就将来成了家 有了孩子可能也会要带他去看看 去跟他说一下奋斗过的 工作过的 其实感动无处不在 我们的护理基本上都是要贴身护理的 他们有的患者就会说 不要离他们那么近的 因为他们就是怕传染给我们 我们是从3月31号从武汉 结束任务到达北京 4月14号解除隔离 到目前为止半个多月 我都在休整期 我感觉还是我想上班 现在咱们90后都成了社会的青年了 真的是可以扛起责任了 基本上都是步入了一个工作的岗位 有的上又老下又小了都 真的是要扛责任的时候了 我们作为我们中国新一代的青年 我们现在是正青春有活力 我们有足够的精力去向前辈们学习 也有足够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双肩 扛起我们的责任 usan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台 quoting 我们在台 Danger